今天我們在這裏 MC 蔣天賦 哈囉 早安 飛呢? 飛呢? 我們坐在這裏就有飛了 是不是真的證實了? 不用證實了 今天誰帶他來? 我的經理人就在外面 所以找他了 進來就有飛了 要的了 不過真的一票難求 連內部認購也應該沒有 但我不怕告訴你 我是何時問他們公司的 就是他跟洪家豪開場的時候 已經問了 我是看完那個場景之後 因為他在台上說的 他說我接下來將會有自己的音樂會 還有一些他很隱悔的 我還記得那句話 是一些大一點的場地 他是這樣說的 然後我這些 聰明的 立刻跟大會說 什麼大? 我不說 認住我 下次我也要來 我那時候已經說了 但沒有人記得你那時候已經說了 我那時候已經說了 是不是? 是 是 我在台下你聽到我跟你說的 記得 記得 這個房間 有三個人夾著我 一定記得 我們沒有刀 去過赤柱沒有? 去過赤柱沒有? 不要打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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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過說一件很認真 因為我上次 中間的時間 當然他有做過我們生力軍的表演 中間去到很多不同的宴會 都經常看到他演出 但也沒有跟他說過 因為那次看了你的表演 我真的想當面跟你說 好看 熊家豪的表演 我回到節目說了 謝謝你 謝謝你 因為我看完這表演 現在好看就很開心 我真的想不到這麼好 尤其是設定 你們每人都會有一座車 因為台幅不是很大 但我沒想到你有一座車 就車出來 那個已經很漂亮 熊家豪哥有一間房間推出來 兩個都已經是華麗 而有型 而去到中間 我最喜歡 因為他們兩個對唱 有兩間房間 他夾著中間的牆 他們兩個見不到對方 但他們兩個在台面 就是背面 但操作出來 就好像對望 那兩個的感情 在那一刻 我說誰幫你讀 真的做得不錯 然後他就告訴我 幕後班底 這次演唱會 都是找到他們的 是的 一樣都是找到我媽 負責製作品 那些方面 那就可以了 因為上次我看見 都做得相當好 我沒有記錯 剛才我講的 是的 正確 那幾個畫面都很好 所以很感謝你 兩個男生的情 他們的友情 而且我覺得你們兩個的性格 都在表演裡做得很好 比如一個在唱獨舞的時候 他另一邊在蘭河上 在那裡 幫忙教一下戲 是吧 是的 只能夠說 你是有型的 熊家豪呢 我用熊家豪的 問你 熊家豪呢 那他有才華的 他是兩種Style的人 你喜歡他們兩個 就是兩種的感覺 當然很渴望在更大的場地 看你的演出 說這麼多 無非你都知道 就說什麼了 是說什麼 當然是拿票 過去了 過去了 有過去的 無非都是爭取的 無非都是想爭取的 因為他無非 就是爭取的 不過當然 這次的音樂會 我們會講 但是先講主題 就是This is MC 你有沒有一起去想 這次的主題是什麼 其實這次 為什麼有This is MC 這個名字 其實是開會的時候 大家都在討論 究竟這次的演唱會 會用一個什麼的主題 大家bramestorm一下 一開始 因為我一直在想 其實我的歌 好像沒有一個很特定的風格 可能是這邊又走一下 這邊又碰一下 這邊又玩 我就說糟了 我說我沒有一個名字 可能有些人可以是情歌之王 或者是結他之爺 我就說我沒有一個定型的類型 應該怎樣呢 突然間有同事就說 其實什麼都碰一下 什麼都加上這些因素 就是你 於是就說 對呀 那不如帥氣一點 這就是Sam C 其實是幫自己打個圓牆的 我都是 搞了一開始 這個也挺是你的 不同類種的歌 你都唱得到 是一件難得的事 都是的 於是就決定 不如叫這個名字 用這個做主題 看看怎樣可以做型一點 你也是有型的 這個難不了你 但剛才你所說 不同的歌曲的形狀都有 有好處的 就是可以分一部分 譬如我當這部分 真的是中式小調 我可以唱中式一點的東西 那就可以做整個部分 懷舊的 我都會做一部分 會不會這樣做呢 所以在演唱會裡面 我明明稱之為Sam C 其實我想 很大多數 可能無論是曲風 或者是一個 逐個部分分拆回來 都會是我平時一些 很喜歡的東西 可能跟我很相似的東西 或者是一些跟我音樂生涯 很有息息相關的歌曲 可能是我曾經 你聽過或者喜歡的歌 可能是偶像的歌 有段陪伴你成長的日子 那你成長的過程 又介不介意跟他們分享一下 從小時候 譬如每一個人出來 一開始的時候 總有一些音樂吸引他 譬如讓你明白我的心想 婚間想聽你的音樂流程 小時候我最喜歡看Carpent越 其實我也有 真的carpent越 接觸外國歌 是Carpent越 我永遠都記得 不斷不斷聽 第二個是MC Hammer 我們那個年代是MC Hammer meu Butler I size Baby 意思就很介意 很介意 就是Beatles 慢慢慢慢 再摸一些Odys 還有我爸爸那時候的Tie a Yellow Ribbon on the O-O-Tree 這個就是我成長的起端 那些是不是文歌 Country 那時候就叫做Golden Odys 其實我們那個年紀都不應該聽過那些歌 I am Sailing 都是Uncle 我爸爸聽歌我們就聽 然後再大一點就開始讀書 找自己偶像 就聽廣東歌 聽完廣東歌之後就開始聽Bang 日本 我們的Generation還有日本歌 我沒有 我是Bang 因為我隔壁屋那個人經常播Chekers Kiss Kiss 24 Kiss 所以Chekers也有影響我們全年代的歌 這個就是我們這樣的 如果你說到This is MC 聽聽你的過程 你的歌 list 其實我最初 喜歡聽歌的時候 應該就是幼稚園的時候 這麼早 很早 因為那時候家裡沒有電腦 沒有特別娛樂 我沒有錢買遊戲機 他們又留下了 有一個叫做Hifi 還是叫做 總之就是入碟 入碟 然後有播歌 我記得那時候 零零射射有三隻碟 一隻碟就是周杰倫 一隻碟就是有一堆英文的合集歌 那些什麼一人一首成名曲 我知道 現在什麼 上司的單碟 對 我很喜歡買這些碟 盧冠廷的天鳥一定會在那裡 因為還是那些最Hit的那些歌 有一堆英文歌 什麼都有一些 有些Backship Boys 我都記不完 90年代是Backship Boys 然後有一首好像是任燕齊 任燕齊 小齊的歌 我可能是三隻碟 三隻碟就 聽來聽去 對 按一下 開始很享受 最初就是這三隻碟開始 對 都是因緣際會 所以遇到 不是你找他 是他找你的 音樂是他找你的 太空閒沒事做 對 你可以聽其他的 譬如你聽收音機 那時候也會播 沒有 就是這三隻 也有一個挺有趣的 聽歌的途徑 因為那時候 我還未知道 在哪裡可以接收音樂的資訊 那時候還未懂得開電台 我們知道電話台公司 有一個服務 叫做接駁零星 打電話給人 會有一段仔給你聽 對 然後我就會打上去那個 台那裡 他那裡會有很多種類 對 給你選 對 最近Hit歌 然後又有什麼外語 你自己選 我自己選 其實等於現在網上串流平台一樣 你自己選 你打個字 Work out music 不過時間沒那麼多 我很記得那時候只有十幾秒 其實我覺得最好 因為十幾秒 聽到好聽 就記得一個名字 因為他會說 誰是誰的歌 我記得一個名字 記得一堆歌 就上網找回 哇 那時候就是這樣聽 有趣 應該是小學的時候 是啊 想都沒想過那個電話零星 成為了介紹音樂 對 一個節目是另一個 通常是我喜歡那個歌 我就用那個歌 去做我的電話零星 或者接放零星 對 然後我就 永遠 就是有趣 我不是說有趣 這件事沒有想過這個方法 所以就打上去不光顧 只是拿資訊 只是試吃 對 那不用光顧 他也是像DJ播歌 有時候你聽到好歌就是這樣 不過剛才你說的三次歌 三次碟是周杰倫 之後 周杰倫 都影響到你 周杰倫哪次碟 很早 周杰倫 不要想著 我先說了我那個 不好意思 我先說了我那個 都影響到你 周杰倫的R&B 都是R&B很多 影響到你 是 然後英文碟裡面 剛才你說80年代的pop 到現在 你可能還能感受到pop的音樂 是怎樣 還有一面齊 一面齊都在我心目中 有一個有型的 其中一個有型的歌手 其中一個有型的歌手 他唱歌的方法是很舒服 自然 但很好聽 會不會因為這些三次碟 都影響到你 其實絕對是 我想好像是一個新手包 有不同的類型 就讓你選擇 你究竟喜歡哪一類型的歌 那時候特別有幾首 我會經常播放 相反 當時的周杰倫 一開始我不是喜歡聽他一些抒情的歌 不是R&B 反而是一些節奏很重的 有rap的類型 當時我還未知道 原來周杰倫是寫抒情 或者是寫什麼歌都那麼厲害 我只是覺得 他完全讓我聽不清楚他說什麼 那時候的歌曲很有型 快哥 快手用槍字棍嘻嘻哈嘻 通常都呼呼哈嘻 快哥是最開心的 快手用槍字棍嘻嘻哈嘻 我最喜歡把他變成中文 你用中文再唱一次 你會覺得很厲害 法師用槍字棍嘻嘻哈嘻哈嘻 我也創意 我都會 那時候他的快哥和慢哥 確實都是出色的 但可以看到你音樂的氛圍 從小時候的影響有多大 有不完齊的就是Easy Listening 什麼時候聽都好聽的歌 小齊的歌 不夠猴 還想聽早霸王 快點上8001903.com 聽一份節目重玩 早霸王